1937年 日本向中国正式展开全面的侵略战争 国难当前 当时身处广州的黄光汉 和其他年轻人一样 指示加入军队 为保卫国家 护友国民 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8年 黄光汉入读中学只是两个月 日军逼近广州 日军的铁蹄 孝随了原本和平美好的生活 当时只有13岁的黄光汉 义无反顾 不理家人的反对 决心介入广州市社会训练总队 无犯团少年年 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投身抗日救亡的队伍 广州的守军面对敌人 还强抵抗 但是都逃不过战败的结果 1938年10月 广州市淪陷 黄光汉坚持留在少年年 更随部队转移至巷关 在这里 他成为了战事儿童训练团 亦即是后来的广东儿童教养院的成员 广东儿童教养院 简称儿教养 黄光汉在这里读书 亦都演出过话剧 大约年纪之后 黄光汉被选入第六军 五十五师的政工队 负责向民众宣传抗日信息 以及教育新兵 后来 他再被分配去到通讯年的无线牌 成为通讯兵 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军人生涯 黄光汉在无线牌的主要工作 是收发电报 传递军程 完成各汉通讯任务 他是1942年 除军队越过云南的边境 进入缅甸作战 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因为同敌人的作战能力懸殊 不到半年 中国远征军决定撤退 黄光汉回到云南西南部地区住宅 继续负责电报通讯工作 黄光汉终于在1945年 迎来抗战的胜利 并升任军队第五通讯兵团电台台长 但是这个时候 黄光汉决定离开军队 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离开了家很久 另一方面 是他不愿意卷入随后开展的国共内战 黄光汉来到香港定居 在旅行社工作 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直至退休 退休之后 黄光汉仍然活到老 学到老 他一向对科技工具保持浓厚的兴趣 除了学习使用电脑设计 个人卡片之外 他亦都在社区中心 教导老友记使用智能手机 你想不想多些认识这位科技达人老兵呢 你会不会跟您中文费 对科技达人网上 我会订ala 然后我以为我得来 你以为你